消防救援总队 截至28日12点 搜寻人员累计出动 15640人次 对核心区和周边重点区域 进行反复搜索 累计搜索面积约 37万平方米 找到飞机残骸和碎片 3601件 在核心区外围区域 除部署拉网式人工搜索外 还组织了五个无人机航拍搜索组 累计搜索面积约 954.6万平方米 3月23日 组织地球物理探测仪器设备 进入飞机坠落核心区进行探测 使用探地雷达 电测身等 测定飞机撞击 对浅度沿途层破坏 以及飞机残骸的分布情况 于24日完成数据处理 解疑 基本掌握了飞机残骸 在地下的大致分布和深度 为研究制定核心区域开发方案 开展搜寻工作提供支持 连日来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按照现场搜救组的指令 先后组织900余人 开展地质勘探 边坡监控 施工作业 现场协调等工作 出动小型挖掘机 装载机 自卸车 平板车 吊机等设备 30余台 累计投放 竹牌 9000余片 在核心区及周边区域 总体开挖土方量 17000立方 1 2 2 2 3